捲起袖子打针抽血 经过休计几个月放肆的大吃大喝 中信兄弟赶在2月1号春训前 来到更新医院进行第一步 收心操身体检查 帮民众体检稀松平常 但看到兄弟之宝恰恰逢证明 就连专业的医生们也难党魅力 疫苗变粉丝 其实就还蛮开心大家能够 还是这么支持我们这样 对对非常开心 今天来这一场就是为了他 是因为美光灯太多了 不然其实是还好 因为他血管很粗又很好抽 虽然是简单的身高体重抽血检测 但要面对体检结果 球员们心中还是比比刀 有趣的是不同年龄层烦恼 也跟着打不同 尤其是对年近40的老大哥来说 可怕的不是针筒而是数字 都差不多都一样高 然后现在比较矮一点 然后比较重一点 体赛上 我觉得维持吧 这个新人代价也没那么好 我觉得现在能够维持 对我来说 维持这样的一个体重 或者是保持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抽血啊 很痛耶 抽血 因为抽血那个针还蛮粗的 一开始会怕 所以就是先跳过 就是先把其他项目先做完 然后再去抽血 70 尖量70 自己是希望可以增到75 对啊 然后是希望可以增加体重 肌肉不要增加到其他的东西 这是好像第三次吧 然后希望是可以再体检20次 这是一个小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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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健康是所有选手的最大愿望 但想着竞争激烈的职棒里站稳脚步 慢入山崖第18个球技的恰恰 也不忘提点小小门 实力和稳定才是最大关键 外界新闻采访报导